港股昨日还上29000关,不过登顶的过程可有惊吓,先是初段开始,作势欲聚,增跌9点,并一度低见28806,跌163点之多。 然后才在好有大户数去压价沽盘后中立升轨,最高升上29319,跌350点,但亦止于这一高度,恒指缓缓滑落,升幅收窄,收市报29106,升136点,虽有波涛小浪,但最终亦对现成功挑战恒指29000关的愿景。 在当前如私市场环境下,也不能过分苛求了,恒指缓29000关而未能大幅飙升,主要原因有二,一是当前的能量不够大,看成交额就知道了,二是太多人对闯关后的表现全有戒心,亦即不少人预期上落市不会这么快就完结。 所以即使上到29000关,也只是将上落市的上方阻力往上推前而以完全的突破,甚至一非冲天的景象,难以实现,为此,炒家便倾向于短线操作,建高即沽,建立即割, 虽有,就是新经济股暴露出来的问题,虽未完全解决,从监管当局的角度,事尚未处理完成。 我讲过,要稳定声乐这个重要心理关口,最好的相亦齐非,即新经济股与传统经济股一起拉动整个大市。 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量完成使命。 昨日所见,新经济股的一些龙头大款,如腾讯,加里巴巴,美团,都出现斧头蛇尾的走势。 即越到最后越是佛力,讲了一大堆,可能有人以为我头牌转掉了。 由看好改为看淡,非也,大市底气是好的,不过不是一帆风顺的飞升,而是有较多波折反复上扬。 一边升一边整固,一边节能一边调整速度。 似乎,操市场走势大权的一小撮大款,在当下成交不多的情势下,更能发挥其左右开工忽上忽回的特权,使人目为资源。 在对手不多下,这种战术而掌控大局,逆而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。 总之,缓进比急进好,反复推升比一飞冲天好,作日能修报29100关之上,已是当下环境较佳的成果了。 星月29000关,世上此为身底部构筑完成,下一环节当在29000至29800区间上落了。 星月29000关,世上此为身底部构筑完成,下环境较佳的成果。 星月29000关,世上此为身底部构筑完成,下环境较佳的成果。